你不一定需要知道 製造一個電台節目是有多麼辛苦 但每一個節目和主持需要你的支持 Open Sky Radio 將會在網站首頁 增設一個 Paypal Donation 的 icon 各位聽眾可以花小鮮時間 Click一下用捐款來支持我們 本台會將所有籌到的資金用作宣傳 內部行政費用和維持節目質素等用途 令我們可以更有效、更有力量 去運營一個屬於大家自由發聲的平台 Open Sky Radio 越聽越想聽 全內有你、你和你的支持 取到我去放了你 不會再去 Styirs, Kennedy在此 Skyf &vy ! 连與心ん滋lia 我甚至想知道本書說的話 這樣怎麼能創作是 zwischenopen skyradio Open Sky Radio Open Sky Radio 听了快三年的Open Sky Radio 你知道Open Sky Radio是什么? 如果你想听就去听HTTP.www.openskyradio OK Open Sky Radio 越听越想听 Open Sky Radio 越听越想听 我现在听的是Open Sky Radio Open Sky Radio 越听越想听 Open Sky Radio 越听越想听 Open Sky Radio Radio OK Open Sky Radio Open Sky Radio 那为什么这个英文呢? Open Sky Radio 是打开天空的电台 哦 打开天空 打开不同的天空 Open Sky Radio 越听越想听 那你现在知道 你在听什么 如果你对超自然现象 或者灵异事物有兴趣 有热成 有时间 讲得出 做得到 並且 另外国内灵异研究和写作 对网页运作熟悉 懂得瓜菲 Design 摄影和Photoshop 拥有公关及香港网络 熟悉活动联络 熟悉活动联络及统筹 或者拥有强劲的创意 严格宣传推广 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国落 我们都欢迎你加入成为香港灵异学会其中一院 有意者 请将以下的资料E-mail到 info at hkastral.org 内容包括不少于一百字的自我介绍 并且说明为何有兴趣加入我们 对我们有什么期望 记得写上你的姓名 电名 专程 联络 联络 和希望在哪一方面发展 我们收到资料之后 会尽快联络的下 期望你的参与为香港灵异界写下 新一夜 Yo what's up everybody This is Mike Lee My boy GoDick On wants me to say something for his show It's reaching 100 episodes So a big congratulations to him You also informed me to do it in a special way So hopefully this is special enough Because I'm recording it in English Although his show is in Chinese But anyways It's a great accomplishment So congratulations again That you reached 100 episodes And each episode is getting better than the others And I want to wish you best of luck And continue to have a few more hundreds And happy ghost hunting Are you worthy of that? And you can see the music And 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music SAN FAN時中文網上電台 And 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music Aubansky Radi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这里要祝你和我们迷离九山的听众新年快乐 因为是农历年第一集出的 在这里要祝我们听众龙马精神 最重要是身体健康 伸臣力健和万事如意一帆通信 所有吉利的说话都送给我们的听众 没错 你农历新年有什么做 农历新年没有吃团圆饭 你呢? 都是那几味 都是跟家人吃团圆饭 包个角仔 你流行籌备这些东西? 包就没有了 人家包完整给我吃的东西 给你吃的东西 每一年我妈都流行包个角仔 吃个蛋散 真的可以吃的蛋散 今年我没有帮她忙 但是也帮她吃 如果早知道你妈妈那么传统 我都过来吃下餐 因为我要感受一下 你要的我下个星期可以再拿给你 因为包了很多 年年都足够整个村人吃的 通常吃不完就派 就是拿回公司 一定有人帮你清理 我们唐人最喜欢这些 还有没有做其他事情 有没有放假? 你新年那段时间 新年那段时间就没有放假 因为始终都是中围的新年 在外派公司 不一定要陪你慶祝 最遗憾的是 没得逗礼士 是啊 不流行 我发觉你一上了 二十三四岁之后 就没有礼士逗 不是我想逗 是吗 工作环境不能逗 工作环境不能逗 因为没有堂 是 不流行 就算有都很鬼佬花 很外国人的传统 你习惯不给人 不能包 但是我知道 你公司没有礼士逗 但是有电脑派 是不是? 没有 不是那间公司 不是 没有 我们有几样东西宣布一下 就是关于我们 Open Sky Radio 其中一件事 其中一件事 就是我们最近成立了一个 PayPal Donation 项目 在我们的网站上 想奉献大家 如果想支持一下我们 觉得我们做得好的 又觉得应该值得支持 那你们就可以去我们的网站 PayPal Donate 用实际行动来支持一下我们 所有捐款 会成为一个营运的经费 希望我们的听众 可以支持一下听完之后 正式入正题 好吗? 好 今集主题 大家都看到 就是关于 农历新年 农历新年 德萨斯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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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 你通常一听到德州 你有什么联想 我会有一些很喜欢玩枪的人 德州那时候 有些人都 Lone Star Stay 德州就有蛇火箭 也有很多东西 德州我没去过 但是会有很多 在一个比较炎热的州 都算在最南部 你说得很对 通常如果人家 说德州 第一个联想 我会想起就是沙漠 因为那些地方很干燥 还有牛仔 就是Cowboys 没错 在这些沙漠里 就是赶牛 骑着一只马 第二个我会联想到 就是George Bush 前任总统布殊 是他在那里 我觉得他是最出名的 德州代表者 另外有些东西 我会想起 德州就是甜橙 甜橙 有没有听过 德州甜橙 英文是什么 Texas Sweet Orange 真的是Texas Sweet Orange 那我没有用 你没有试过 甜橙 我有听过 在Texas来的 你有空去买菜的时候 或者去 也有 德薩斯州橙 是吗 德薩斯州甜橙 是 因为三藩市的华埠 通常都登上一些牌 叫做德州甜橙 我试过真的很甜 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 二月 二三月的时候 真的好像下了很多糖 真的有多水分又甜 这几样东西 你一提起德州 我就会想起的 但是 其实我一直都想去这儿旅游一下 因为德州真的只有很多 一些古老的城市 又有自然的风景 自然风景我不知道它有没有 但是 有很多城市 例如 San Antonio Houston Dallas 这些地方 都是有很多一些 悠久的历史 因为之前这些地方 都是属于西班牙人统治 早期上 但是美国 打了胜仗之后 它就拿了这些地方 当时西班牙围留住的文化 那些architecture 建筑物 都还保存不住 是 如果你去到Texas 也可以看到很多这些东西 嗯 就是因为我去research 关于这个 德州 因为我打算今年都会去 如果有时间的话 打算去那里 嗯 就找到有几件奇怪的东西 关于这个州的 发生的奇怪东西 应该是奇怪的地点 奇怪的地点 可以在这集里跟大家讲一下 好啊 两个地方都是一条公路 都是一些公路来的 嗯 那第一个地方呢 这条路呢 就位于在这个 South East的Texas South East 就是上北下 东南 东南面的 是 德薩斯州的东南部 是 东南部 那它附近呢 有一个小镇呢 叫做Saratoga 嗯 那这个Saratoga 来最近的 德州的重要城市 就是Houston 嗯 两个钟头车的 嗯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刚刚说过 就说德州 你联想到 是很干燥 很大 很大的沙漠 的地方 那这个德州 这些地带呢 就刚刚相反了 哦 原来呢 在这里呢 就不是说有沙漠 这个地方呢 竟然是有很多 花草树木 哦 哦 即是觉得它是一个陆园 陆园 陆园 四周围都有很多的国家公园 是 那些树又长到三四层楼那么高 那样的地方 就是听起来好像是科卫特州那样 是啊 一些度假性地啊 绿色的草原 高高的桃木树 是啊 是啊 就不是说度假的 但是就很绿化 嗯 而且它是很绿化 哦 而且它这个地方也是近 因为德州有一边 都是很近过海的 是啊 那么它这里就靠海的 嗯 绿色高湾 是啊 是那一带的 那么就也有很多河流呢 是 就在这里穿过的 嗯 那么 而且低 低湾的地方呢 因为有水源的缘故 那些水呢 就積住在这些地方呢 嗯 那么就成 成为了有很多 那些叫做swamps 嗯 swamps 我想中文叫 沼泽 沼泽 是 而在这些地方附近呢 有一条公路呢 它们称的名字呢 嗯 是叫做ghost road 鬼路 鬼路 不是鬼路 OK 鬼路 哦 难道有很多鬼出没 那给大家一些背景 关于这条路 嗯 在这个1900年开始呢 德州是最兴旺的是什么呢 就是 整车 不是 你猜一下是什么 1900年 1900年 那时候应该是种植一些cotton 嗯 打厚了 之前就是 嗯 那猜不到了 橙啊 中橙 是开矿油 哦 是呀 抗油 就是你说是采油田 对 就是oil 是的 就是汽车用的油 是的 所以那里为什么才有这么多车厂 是的 没错 那就是因为在这个Ceratoga附近的地方呢 就发现了可以drill oil 采矿油 采矿油 德州的政府呢 就建了很多那些火车路 嗯 就方便这些彩油公司呢 嗯 嗯 去德州另外的城市 嗯 那这里建了很多的铁路 嗯 到了1934年的时候呢 嗯 这些铁路呢 就不需要用了 嗯 知不知道为什么呢 因为有高速公路 其一 哦 因为那些油彩都没有了 没有了 就要搬迁了 这样就拆了这些 铁路 铁轨去 嗯 但是在这条所谓的Ghost Road呢 嗯 它就仍然保持住 即仍然保持住 即仍然保持住 有一条铁路 有一条铁路 但是就没有了铁路 就变成了一条泥路 变成了一条泥路 对 它为什么会保持住这条路呢 因为它这条路是特别方便 差不多一个short cut 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 就很方便 很方便 很方便的 直不辣的 很贵的 嗯 阔度就不是很阔 只不过 刚刚足够 两部车的size 经过 嗯 是没有街灯的 都是一条dirt road 就是一些泥路 泥路 两边两边 那些树也都是长得很高大 嗯 有部分呢 基本上是盖住那条路 嗯 即是没有太阳入 如果阴天的时候 嗯 是没有光进这条路 即是很黑的 都要开车头灯 我随时 总而言之 夜晚当然 但如果你日头开过 嗯 都是很暗 嗯 没有什么光体射到进来 那为什么那些人 会称这条路 是叫做ghost road 嗯 原来也有个故事 是的 因为最先这条路 是叫做 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brag road Brag road Brag road Brag road 这个其实才是真名 这个其实才是真名 为什么它会称为brag road 就是之前附近有一个小镇 叫做brag road 但是那个小镇的人 就搬走了 嗯 已经是abandoned 所有地方都是没有人住的 嗯 但是这条路的名字 还是保持着叫做brag road 嗯 但是如果现在去到 找这个brag road 是没有了 已经搬走了 是的 已经荒废了城镇 是的 现在你去到 那些人都是referred to 这条路 叫做ghost road 嗯 而且你去到那个路的起点 嗯 它是有动着 有起点的 是的 是不是叫起点 就是beginning of the road 是的 就是 你们想起赛车场的起点 也算差不多 是的 那它那个牌 真的写着ghost road 哦 即是那个 匿名已经是 famous到 动了名字 已经没有人叫做brag road 是的 随时我在google map 搜索 ghost road 会找到 而black road 找不到的 是很出名的 是的 如果你驾车 譬如像你road trip 即是四周驾车 去到一条路 有个牌子冻着 叫做ghost road 不单止这样 还要叫你小心駕駛 你怕不怕 你会联想吗 我就很好奇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会令到 一条路可以 和我发名是ghost road 我在想 会不会出过很严重的意外 百多架车连环相撞 再不是整条路 那时候出了意外 譬如有些工人 意外死了 再不是 看到东西 都是在这麽围乎 这几样 你说是ghost road 总之你也会有一个很邪 觉得这条路 是很邪 不停车车连人 这一家人 踏你肩膀 那些不是不好人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明星呢 原来有一个背景的这条路 可以在这里说一下 原来自从1893年开始 这条路 周不时都有一些怪的光体出现 很怪的光体 永远都是在远处的地方 会出来的 有很多人去开车进去 就觉得 当他进了这条路的时候 在路的另外一个尽头 就看到有一块白色光 要是黄色光 就移了出来 因为这条路很直 对不对 所以你一路开车 看到很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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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朝你走的方向 就有一些光 没错 那是什么来的 你如果开车 一条窄路 你来远看到一个光球 光体 你第一个反应 当然认为是一些型头的 对面有车 对面有车 但你一定不会这样 那你就会慢慢开 小心开 到一部车和你接触的时候 经过 大家可以小心驾驶 对不对 当这些司机慢慢开车的时候 一路觉得这个光球 是保持在距离 因为你越来越近的话 光球应该越来越大 或者你看的越来越清晰 对了 但是它没有 它没有 而且这些司机通常会继续开车 当它们走到 跟这个光球有一段距离的时候 即近了距离的时候 这个光球就会移动 就会移动 是同样 它那部车的方向的移动 嗯 即是说 如果你向前走 它就会跟你保持着距离 是的 一路这样移动 没错 又或者都是向你同一个方向走 没错 譬如像你开车 嗯 前面好像似乎有部车 嗯 但是它 是好像在退后 永远跟你保持着距离 是的 那它们看到的意思是因为光没有移动 没有大小没有变过 所以好像不断和你保持着同一个距离 无论你开100米200米 300米起飞 都不断保持着这个很遥远的距离 没错 这些人和目击者也有形容过 这些光有时候会转色 哦 或会变色 会变色 所以起初有时候看到是黄色 嗯 接着又会变到白色 哦 又或者是白色变到黄色 嗯 有时候甚至乎是 变到红色 变到红色 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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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是 到它开到整条路之后 是永远是会 找不到有一些 那些红色 嗯 就是永远追不到它的源头 永远追不到它的源头 这些是不是车的灯呢 那我们稍后慢慢讨论 那这条路很长 很长的 大概成 8个公里 8英里8公里 嗯 8公里 8公里長的 這些是一些早期的目擊個案 到了近期的有些更誇張 有些目擊者就說這些燈不是定住 就四處搖來搖去 似乎有些人拿著火水燈在那裡走 或者好像喝醉酒那樣開車 他現在就不是說喝醉酒是開車 他認為有人是拿著火水燈 就在那裡搖來搖去 另外有些人見到這些燈是關掉了 然後再著返 又或者在兩邊的樹木穿來穿去 越來越跟早期的就開始有分別 而且好像越來越有個性 不是只有一個行動 而是開始有多種行為 多種行為 沒錯 有一些更加恐怖的目擊個案 就是說這些燈竟然 失機無神在樹上飆出來 然後穿過車去路的另外一邊的樹 你明白嗎 不明白 你可不可以再解釋一次 有些目擊者就說他開車 突然間在他右手邊有一顆光 在樹上飆出來 差不多像是有些動物 是近距離的 近距離的 飆出來 然後就穿過了他的車 就是進了他的車 然後在車的左邊飆出來 然後再衝進樹木 然後再衝進樹木 所以不會說12點才發生 或者1點才發生 不會說是近距離的 是整晚你都會有機會看到這些光 沒錯 有很多一些捉鬼感死隊 或者靈探者 就會去到這條路 去曝光 曝光 曝光 調查 隨時站5、6、7天 就會有機會看到 對 有時候不用 有很多人 第一次去就看到 不論在駕駛車去的時候 已經看到 這些光不是很害羞的 總之你有心去報它 它就會出現 我問你有沒有說 譬如這條路是南北 有沒有說南走向北那方面才看到 或者北向南那邊才看到 這個問題問得好 兩邊都看到 兩邊都看到 這條路是北南 就是南那樣的方向 OK 無論你向北走好 向南走好 都會看到 都有人說會看到 當那些人去追這些光球的時候 永遠都會追不到 永遠都是 追到那條路的盡頭就沒有了 消失了 消失了 有人是想去追 想去 看看到底這個 Source 的光是甚麼 去到的時候 是消失了 我們說到這裏 你覺得有甚麼原因 或者有甚麼解釋 覺得這些光球 原因解釋 我會始終都認為 可能是有車在對面的 但是你好像說到 就算沒有車 好像追跌都追不到 好 不過在這條路上 我始終覺得是車頭燈的 解釋會比較大 車頭燈的解釋 比較大 但我會不會是駕駛一下 由人的車 所以沒有了一盞燈的 所以沒有了一盞燈 就是這樣開一條路 然後走到捷徑 但是這條是直路來的 是 所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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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休息之前 或者說一說 當地的傳奇 因為這些光實在太普遍 當地人都有幾個說法 他們這些說法 就比較靈異一點 比較一些迷信一點的說法 為甚麼會出現 最普遍的一個就是 當西班牙人在這裏統治的時候 原來他們就埋藏了 很多一些金銀珠寶 金銀珠寶 在這個地帶 這個森林裏面 那這些光是甚麼光呢 就是之前那些西班牙人 下了一個所謂的詛咒 就是差不多一個是 保護神 就是在保護這些金 這些光球出現的原因 就是這些保護神 就是在晚上才會出現 就是一種靈魂 或者靈體的力量影響到 有光會發生的 是的 那我們就知道這些寶座在哪裡 是的 應該會有很多人去尋寶才是 可惜這就是一個傳聞 沒有證據 是的 第二個解釋 他們有提出過 就是說 曾經當這條路是鐵軌的時候 有一個火車的工作人員 就發生意外 噢 整個頭被一部火車撞掉 嘩 挺恐怖的 挺恐怖的 是的 我想不到它是甚麼姿勢 地底下撞掉了頭 我也不知道 不過我想它是 看看到底有沒有火車來 很可憐 火車一到就撞掉了頭 那些人就傳說 這個掉了頭的火車工作人員 就是靈體在尋找他的頭 那些人看到的光球 其實就是它那個靈體來的 嗯 在不斷地尋找它 不見了那個頭 其實是它的眼睛在發警光 又或者撞掉了頭 找到的身體 是的 在那裡飄來飄去 看不到 那第三個我覺得都 比較合理一些 和比較可以去信的 就是原來附近有一個很大的墳場 噢 那這些墳場是屬於 以前墨西哥人 在這裡建鐵路的人 嗯 死了 就撞在那裡 嗯 那這些呢 可能怕就是那些所謂的鬼火 噢 你有沒有聽過這些東西 有很多原因 有很多原因 不同原因 形成的鬼火 嗯 嗯 那 都有可能的 就是 都是一個可能的 都是一個可能 就是說這些死了 也有可能有些靈體飄過 你剛剛斜頭燈照到它 反光 是的 就是這些墨西哥的起鐵路的 東人的靈魂 靈魂 就是在這些樹木上 死到處徘徊 你說有些燈光穿過的車 那是怎樣的 就好像一些鬼魂穿過的車 嗯 所以如果熟石的話 是 都挺吸引的 這個議案 不過 會不會真的呢 有沒有興趣想去看看 有啊 這個 這個有啊 因為你這些是可以很容易看到的 嗯 那麼 如果看到的話 我就很想嘗試證實 嗯 那我們一會兒回來再說一下 有些什麼解釋 好 在2009年 我們開始做Open Sky Radio 我們亦都由零開始 慢慢製造不同類型的節目 而去到2010年 我們不斷增加不同類型的節目 由零二 現在星期三的寧王虎又來 麗麗 好了 歡迎大家又再收聽 麗麗的今生 飲食 歡迎大家收聽今集的美食獵人 情感 歡迎又來到我們 南左旅遊 東南 歡迎大家收聽 輕鬆的 女性 哈囉 歡迎大家收聽 旅權之上 史詩 世界最好聽的節目之一 部分三把口 法律 最好聽的 法律節目 旅遊 非旅遊天下的旅遊節目 月獨 歡迎大家收聽 新心理 科技 今晚推出最多人聽的 網上技術 廣東話 星壇節目 我們不斷創新扣辯 亦都從其他網台 吸納他們的節目 歡迎選擇 潮撐辛亥百年的節目 歡迎大家回來 澳門街 Hello 歡迎你們來到903日 越講越過界 跨境大聲 亦都嘗試 同樣的網台 連結 製作新的節目 歡迎大家收聽 今個星期的 驚心凍殺檔案 竹英特的節目 過了2011年 亦都嘗試製作廣播劇 我假假地也有個Stanford PhD 那又怎樣 去到2012年 製作更加多新的節目 又來到健康小站 最樂樂Hutty Together的第一個環節 大家收聽今晚的光圈外漫 那就三年了 那會不會 三年又三年 我們答應過 我們繼續為你們製作 你們想聽的節目 那麼 Open Sky Radio 你今天聽了沒有 稀笑怒罵否釋國人心態 巨細無謂窺探內地世界 Open Sky Radio同步轉播香港人網節目 越講越過界 來到三藩市 繼續跨境大聲喊 各位聽眾大家好 你們現在聽的是 三藩市Open Sky Radio 三藩市的網上中文電台 大家好 我是黃毓文 朋友 还有,全湾区最多人听的网上技术广东话清晨节目,剃的耳华 那我就是你的主持人,Warrant 我叫安迪,剃的耳华 War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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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是你的主持人,Warrant 我看安迪 OpenSkyRadio.com 剃的耳华 我吃饱饭,你还想吃什么做甜品啊? 不如去Marco Polo吃雪糕吧 好啊,不过今次,你只可以叫一种味的 OK,你说怎样就怎样 YES,上次他可能是有榴莲,有大树菠萝,真正的味道 打到我破产,今次还不让我过到骨 小姐,要什么味道? 麻烦,我要十匹的荔枝味雪糕 蛤? NO! 我没跟你说,我要买买家人和朋友的那份呢? Marco Polo 雪糕店是你自朝的选择 地址是位于三藩市日乐区,Terrafel街,1447号 24甲25街,是Cash Only的 你现在听的是三藩市中文文章电台 Open Sky Radio ICHO Series的选择 HELLO,我是伊揆伊维德 你现在听的是Open Sky Radio 《黑暗力量》 《S-Limited Life Edition》 以為再次有《黑暗力量》 《龍罩傳送》 《黑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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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回到第二节目,金山 在休息之前,实际上我们说过几个解释 关于Ghost Road那些怪灯出现 那三个解释都是偏向一些传说 对,有灵魂,有死了的人,工人 也有我就觉得是车头灯 你觉得是车头灯 其实一些skeptic的人,一些不信扯的人 都会保持一个应该是车头灯的解释 但是所目击过这一盏灯的人 他们就说不是车头灯的 肯定一定不是车头灯 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第一,如果是车头灯的话 总会有一刻他们会看到一部车的 对不对 如果你前面看到有一盏灯出现 如果是车头灯的话 一辆车便会跟着上来 事实上是真的有一些车光是属于一部车的 那些是很自然的 那些是很自然的 第二,就是说这条路不是一条十分平的路 就是车头灯的路 但是他说永远目击到这些灯的那些人 他说不觉得是一部移动的车的那些灯 因为当我们看到有些车是行走的时候 就是会转的,就是看到那些灯会上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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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那些车都很容易去identify到 是属于这部车的 会不会是车的避震好呢 那还有一件事就是会不会有火车的呢 没有火车的了,现在那些火车鬼已经是 那会不会是有一辆火车的呢 因为不会等到火车鬼平一点 那些鬼火车 那也不是 那但是有人说过就是会不会在另外一些路呢 那些车,即是另外一些车路离开这条路的有的距离 那些光灯射过那些树呢 射到那些树那里呢 反射 嗯 会不会这样形成这些光体出现 嗯 嗯 那都可能的,不过 不过为什么你说到好像又 又不会移动 又说会 即是你会退后 即是你追他,他会走 是的 那很难解释 是的 那你说到好像不是车头灯那样 是的 曾经有一个那些灵探团 特意去那里曝光 那他们就 駕駛到这条路里 駕駛到一个位 大概是两公里左右 那便停下一部车 就在那里曝光 曝光 曝光 那他竟然呢 真的看到有一颗光出现 那颗光出现呢 那颗光出现呢 就是刚刚在他们刚刚的 起点 起点 入口那里 出现 那他们认为那盏灯 就是一路一路地 遇到他们 即是越来越近 可能是一部车 越来越近 那他们首先呢 就 跑上去 即是看看到底 折停他 折停他 看看到底是车 或是 航荒和神星 没错 那之后呢 他们发现到这颗灯 是停了 即是当他们跑的时候 停了 噢 然后退口 噢 退口 即是退回去 那个起点 噢 即是和他保持距离 和这两个人保持距离 是的 保持距离 接着这两个灵探 这个灵探者之后 就 上回他们的车里 追 就追 他一路驾驶 一路都看到这颗灯 那突然间 是 消失了 噢 但是消失的位置 不是说他移回到起点 然后开走了 噢 他说消失的位置 是在路的 即是从他们的车和起点的中间 嗯 那当他们开到 他认为消失的位置的时候 就什么都找不到 噢 那就是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目击个案 是证实了 和车灯是 没关系的 嗯 那我已经有解释了 你的是什么解释 有个小孩在中间 找个电筒 在玩路过的人 是吗 是 一定是 哈哈哈 会不会 会不会 一个小孩 懂得发青光 对眼发青光 哈哈哈 那不如你说一下 动物好过 动物对眼反光 没有理由这么光的 而且也不会一路走 那会不会是一些 又或者一些外星人 像上次我们说 Skinwalker Ranch 拿着外星灯 照着这条马路上 特意玩些人 玩些人 那不会 因为你说到这些灯 虽然有时黄 有时白 但是似足一些 你平时会遇到 人制造的灯 的spectrum 灯的光线 所以才认为是 一辆车 可能是导致灯的源头 不过你说到 好像说 开始感受到有智慧 或者 证实了 如果是有辆车 那你始终会遇到 因为没有人会 那么奇怪 駕駛路 北南和北两的方向 那你无法駕駛了一半 然后移车 对不对 你最多 是不是弄到U-turn 然后走到那边 或者是车的话 遲早你会遇到那辆车 然后你还可以说嗨 那不过又没有 其实是有一个科学解释 科学解释 科学解释 我觉得是一个suggestion 就未必是一个解释 一个建议 科学的建议 这些光球出现 是有一个科学的源头 那就是什么源头呢 就是说 这些 他们认为 就应该是一种叫做 所谓的swamp gas swamp gas 是一些沼泽的气体 沼气 是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沼气呢 就是我们刚刚开始说过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势 有很多一些沼泽 就是储藏着一些 就是有一些 积水 因为那些低瓦的地方 嗯 而且附近有河流 那些水就积了在这些低瓦的地方 嗯 原来一些草 一些木 一些organic的物体 是的 在水的下面 嗯 就是一些微生物 微生物 是会形成一种叫做methen gas的气体 是这个 是甲圆 好像 是不是叫做甲圆 是 那这些气体 你从族 就是有什么 嗯 什么 作用 什么效 我只知道 methen gas 就会 可以燃烧 嗯 人家呼吸了 就当然不会死 嗯 如果太多的话 是 而且 据我所知的 就是 有用来解释过 譬如 有时候 你看到一群羽死了 在海中间 是 那些人不是说 是一些神跡 或者什么 也有人解释过 可能是因为地下 有这样的气层 断裂了 那里面 那些 那些储藏了很久的气 就是一些methen gas 是的 那它就 裂开了之后 就将一大量的methen gas 突然间涌入去水流 然后直至浮到水面位置 那就令到雨死了 是的 那或者 如果这些methen gas 如果是很大量 我说的是很大量的话 是 就是 release OK 释放了在空气 甚至会影响飞行 如果你当时有个火机 摔着它 哈哈哈 真的会 那些碰碰的声音 那样着火 就是某个程度下 那我不知道 你需要的 那些ratio 是多少 才会燃烧 但是我 我不会去试 哈哈哈 但是 打火機才不需要 我没命 回来告诉你 或者是火柴 在那里可以吃 那可能有一个maxture 才会燃烧 是的 但是 那些科学研究者 就怀疑 就是这样的现象 嗯 出现 这些methen gas 在水里飙出来 哦 因为它 不断 比如有些微生物 在生产 这样的methen gas 然后 有时会 浮上水面 以我认知 就是说 其实这种methen gas 已经在水底里面了 嗯 只需要一些disturbance 一些骚扰 就令到这些gas 就会 在水里飙出来 嗯 有某个程度 就是 比如说 有些树枝 或者有些重的物件 掉到水中 或者有一只鸭掉下去 是的 鸭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造成这样 但是有些是 骚扰到水底的东西 嗯 这样有些波波出来 嗯 即是变成汽水 变成汽水 是的 真的 如果严重一些的话 这些气体就好像刚才说 就一直升到上空气 嗯 水面层 再升上空气 那如果 德州的天气那么干燥 嗯 那 一个起火的源头 也不是很难 嗯 可能怕有些 风吹啊 或者摩擦 或者有些原因 有些原因 就令到这些methen gas 是消灭了 嗯 如果这个swamp 是很多这些methen gas 的话呢 它一路噴出来 就一路 是消灭了 嗯 那些人 就是开车的目击者 看到 就是有可能是这些 鬼火 这些鬼火 这些gas 这样消灭了 嗯 那当他们一路追踪 一路追踪它的时候 那可能发现 当时那个地方的气层 就是会有变化 嗯 就令到这些火消失了 即是会消失 或者关掉 关掉 关掉 那你觉得这个解释 会不会太过 硬来呢 不是 你说如果是一些methen gas 烧像 我觉得就太过 要巧合了 不是 要不断地烧 这个没错 不断地烧 小量小量地烧 还有有时候你烧不是 烧一秒 你是烧可能成分钟 它会看到很长的时间 嗯 还有怎样呢 它会移动呢 是的 那你这些gas 一路噴出来 一路由左至右 一直烧过去 哈哈 有一点 有一点想提出的 就是 这些目击个案 他们目击到 我想是有少少 Distortion 有少少 不正确 因为当他们进到这条路的时候 它是没有一个 我们那些叫做Horizon Line 那些叫做地平线 地平线 所以他们有很多时候 看到那些光 或者什么出现得好 有可能的距离是不同 或者可能的size 根本就不是他们所见到 认为那么大的 因为他们没有一个 用来可以衡量的地点 是的 因为平时有地平线 你就知道 什么时候是高 什么时候是低 什么时候是近 什么时候是远的 如果没有那时候 你一个人很容易 喪失了这个方向 判断方向 左右的能力 是的 所以如果 譬如这些是反射也好 Gas也好 那基本上 他们看到的光 可能不是他们 可能是他们 不是他们想象中的距离 又或者 未必是他们认为 这样是有动 我觉得这个解释是比较合理的 不是贫火 不是贫火 但是你说是因为他们喪失了 模糊了 应该说 判断他们的判断能力 很多时候的机师是这样的 因为他们 如果你夜晚飞行 地下没有一些城市的灯 太阳落下了山 你是看不到 平时那时候 他们除了靠仪器飞行 你是没有可能知道 你是向上飞向下 飞向左 所以一个人 你去到那个时候 如果是黑暗默默默 你什么都看不到 只有你一个人站在那 然后很远来看到这些灯 你真的 有可能不太清楚 判断到他的距离 是有多远 很难解释 这些 那么多人 未必是一个解释 有些人看到的不同原因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我和你今天去那里 都会有机会看到 都会有机会看到 其实不断有人说 去做灵探 做调查 都会出现给他们 看到的 嗯 但是又没有人说 正式看到是什么 就是没有人可以肯定 告诉我 其实是一个灵体 又不是 是 都仍然是光 仍然是光 就没有人是可以追到 就是没有人可以去接触到 抓快一点 抓快一点 他又会消失快一点 哈哈 除了 你没有想过 你现在说到 像什么 像什么 有时候 有时候你远距离 看到一些光 对不对 然后你走去追 你想到哪里 这些光 当你一动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动 但后来你走过去 你会发现 只不过你望的角度不同了 没错 然后那些灯就不见了 其实它不是关掉了 不是没有了 只不过你角度 而你相对的位置 移动了 它所反射的光 亦都不再在同一个位置 没错 但是你通常在什么情况下 会有这个错觉 在一些城市的地方 有些多玻璃 多反射 多反射 多折射的地方 但这个是004一个直路 但是你说是有山丘 有上有下 不是 这条是直路 你所见到的 全部都是一些 旁边的高树 那会不会在树左右 会有些什么 好像你说的 一些淡气 不是 一些隔月 meth and gas 影响了光线的自射 不过 但是又未必可以解释到 我想说 这条路 不是一条路 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反射 有很多不同角度 的路 是黑妈妈 是一条直路 一条直路 一条黑路 黑路 还没有街灯 没有街灯 所以很难完全解释 不过 始终我不能断定是幽灵 因为为什么 我也不觉得 或者有些什么火 或者外星人 我觉得是外星人在玩 又拿着外星光照着 因为始终你想想 这条路两方面都有车 如果真的有些物体 就是非超自然现象 在中间 首先不要说到 他这么醒目 就立刻走了 那你一定会遇到的 但是如果是 远距离一个第三 你用肉眼看到的东西 而 只不过会不会是 一些错觉 一些解释不到 为什么 那些光会在那时候出现 又或者一会不会 不见了 可能是一种 可以解释的错觉 但不一定是 超自然现象 不过是未能解释到的 对 那我们就保持这个 未能解释到的 的结果 是 那 其实可以一直 讨论下去 但是我们 谈谈第二个地方 谈谈第二个地方 是比较出名的 比之前的Ghost Road 出名很多 因为日本 英国 法国 有不同的科学队 都有去到 这个地方 去做研究 这么出名 是的 当他们做完研究回去 永远都是 找不到一个解释 我以为他们永远都会生病 然后 没有 好像有个诅咒 那又没有 没有那么黑 没有那么邪 那这个地方 就 叫做什么呢 就叫做Martha 嗯 在哪里呢 就跟刚刚之前 说的 德州 都是德州里面 都是德州里面 嗯 相反方向 德州的另外一边 嗯 我们说的是西南 之前那是South East 就是东南部 东南部 之前是South East 那这个就是 西北部 北边 North 北边 West 西边 就是德州的西边 嗯 那这个Martha 就来这个墨西哥 那个边界 是很近的 只不过是一个钟头车 哦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 所熟悉的德州的 那些典型的地方 就是很干燥 很多沙漠 很多沙漠 这个是 仙人掌 跟着还有一些牛仔 在那里对决的 平原 是 还有一些酒吧 要那些 那些 会动的那些门 是的 那就是一些很country side 的地方 那这个Martha 就是1881年 那时候 建立出来的 嗯 最先就是一个 是一个 是一个军事 基地 那就是 当时 这个西班牙 跟美国打仗的时候 嗯 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是美国的 是美国的 嗯 那是一个 是一个 军事用途的 军事要塞 是的 到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 打牛 这个military base 这个军营 就已经是decommission 了 没有用了 现在 这个军营 已经是成为了 那些叫做 旅游景点 不是 那些 那些 边界首位的 哦 总部 因为你知道 美国和 墨西哥的边界 很多人偷渡过来 是的 即不是美国人偷渡过 墨西哥 哈哈 我看这部电影 他们有这样说的 是的 墨西哥人偷渡过来美国 这个总部 就是专去巡邏 去monitor 那些 这是政府的 政府 嗯 那除了 军事用途 这个地方 有什么出名 就是 又在 1930年的 1930年的 时代 年代 就有很多人去 彩银 Silver mining 彩油之外 还有彩银 是的 没错 当时 那段时期 是很兴旺 很多人在那里居住 嗯 到了现在 2013年的时候 那个统计 这个Morpha只剩下2000人 在那里居住 那住这些人 是做什么呢 都是 Ranching 好像 牧畜 牧畜 像之前说的 Skinwalker Ranch 是的 是的 那他们其中 他们这个 Morpha 这个地方 地势 是什么呢 就是 平原 嗯 一大块平原 但是 都是 多不多草 没有草 哦 就是 钢草是一个沙漠 嘩 那些牛吃什么 吃草 除非你自己 吃仙人掌 美国的沙漠 又不是好像平时在电视看到的 那些 一些龙古沙漠 是的 那些沙漠 那些都是很 有草原的 有些草 有些草 而且也是平的 不是说 那些沙是起到 很多山丘 是的 那些都是叫沙漠 原来 嗯 在这个Morpha 的地方 在1957年的时候 说回1957年 就有一本 当时很普遍 都挺出名的 Magazine 叫做Coronet 这本Magazine 就是一些 喜欢写作的人 都可以 寫他们的文章 寄给他们的 寄给这个Magazine 这个Magazine 接着他们再挑选 然后再登 没错了 有没有说什么重点 没有的 什么都可以寫的 不过通常都是关于一些 新闻 那在1957年的时候 就有一个人 在这个Coronet 这本Magazine 就写了一个文章 就关于这个Morpha 那他们说 就说 在自从 这个Morpha 成立的时候 就是一百多年的时候 嗯 有很多人 都在这个地方 又是见过一些 光球出现 嗯 那这些光球 就好像大概 蓝球那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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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呢 在地面上 飛来飞去 飞来飞去 就是在地面上 在地面上 嗯 就有不同颜色 真的五万六色都有的 有白色 有黄色 有黄色 有红色 有时还会变到 绿色 和蓝色 我回到七八十年代 Disco燈来的 Disco燈 但是这个Disco 很多人都还未懂得 如何Disco 是 而这个高度的灯 大概是去到 肩膀位 我想大概是五六尺 高度 嗯 就 永远都是 橫去移动的 嗯 即是没有向上飞起 是的 没有灌篮 即是Slam down 嗯 还有出现的时候 要么就 一群 要么就 整群 就没有说只是一盏 一盏 即是一盏 或者至少两盏 是的 有时就会 这两个出现了之后 就会分支 是不是叫分支 分开 分开 解体 分体 分体 有时就会 即会变多 是的 就是两个 跟着变了四个 四个变了八个 嗯 有时就大家 会拼法在一起 又再分开 有时就会消失 然后又再出现 嗯 但是它在什么地点 发生的 地点我会直接说 嗯 但是现在说出现的 那个pattern是什么 就是说 嗯 他们没有固定的时间出现 嗯 嗯 跟之前那个 ghost roll的灯光一样 就是说 在晚上 就是晚上才能看到 晚上 嗯 直到这个 黎明那段时间 都能看到 嗯 但是就没有指定 固定一个时间 固定一个地方 固定一个地方 哦 没有固定一个地方 意思是说 不是说 一定在 不是重复的 不是重复在一个地方 就是之前 就永远在一条路的 很远的尖端 就是在双方向那里 会看到 嗯 在前面或者是后面 那这个呢 就不同的 就没有说是一个特定的地方 是 还有没有说一定的特定的天气 嗯 或者那个季节 嗯 是没有定的 就是没有休假的 没有休假的 一年到晚 没有暑假的 一年到晚 你都可以看到的 嗯 那现在说回是1957年寫的这个文章 嗯 那通常那些人讀 就是你猜 你猜说 当时那些人讀完之后 有什么反应 笑 笑 那时候 我不知道那时候的风气是如何 不过当文章那样看 应该没什么反应 对 就是看完就算 对 就好像这个show 听完就算 那倒不是 我们很认真制作 你听完再听就行了 嗯 不可以了 anyways 那当时那些人就 你会 expect 看完就算 当一个entertainment 那样讀 那竟然不是 嗯 吸引了全国的 讀者 全国的讀者 全国的讀者 那就 有很多住在美国的人 讀完之后 就一路一路 去这个Martha Martha 的地方 来去 看这些光 去研究这些 超自然现象 起初都没有人说 特别去研究 但是 那些人就想去 去开这个地方 去看一下 去看一下 当是研究一下 旅游的时候 经过看一下 这些奇怪的现象 是的 一路一路 直到现在 有很多游客 有很多灵探 有些UFO外号者 甚至乎一些科学队 都被Mortha 那些灯光吸引住 就去这里 尝试去看见不见到 可不可以研究到 那竟然 你有心去研究 有付出必有收获 是的 是不是叫不负众望 都可以的 可以 可以 看你说什么 都是被他们目击到 到这些光球 就是他们是 那些人去的话 就是见到的次数 都颇为高 不是说鬼鬼祟祟 你要去就看不到 当你走的时候 那些人就说 出现了 是的 那我们休息一会 第三节回来 再仔细地说一下 他们目击到的 经过 好 903cafe 是一家只有音乐 而没有咖啡cafe 由女主人 与Gina 精心挑选 不同的音乐 放进去 每一集的 903cafe 让各位 用耳朵 去品尝 每一集的 903cafe 你现在听着的是 你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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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说多无论 有没有 当然有 现在 只要用你部 手机 连去App 或者Android Market 搜索 Open Sky Radio 下载我们免费的App 就可以全天后 24小时 收听我们 最新 最快 最热的节目啦 那还快点去登录 大哥 那你也要切一部电话给我才行 你听着 Open Sky Radio 是为什么 就好像你们现在在做的 你现在听的是 Open Sky Radio 八九十年代初 香港闹市有多名少女 于繁忙时段神秘失踪 多年来音信全无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就连警方网站上早已放弃怨号 行空者背景怒机不明 飘飘阴云 随此黎晨 几段时空交错的故事 带你进入亡灵的惨痛世界 GM.com最新鬼故消失的女孩 改编自香港不为人知的 连环凶杀缘案 各位有兴趣的读者 可以到www.jemdogdog.com订购 阿茄 赤仔 你们死得好惨 你们打机打上路 就这样就去了 你们在下面一定很闷的了 让我烧点东西给你了 这里有一部红白机 纸杂的 烧给你的阿茄 这里另外还有一部iPhone4 都是纸杂的 烧给你的石仔 这些都是我找凌王虎纸杂铺 纸杂给你的 凌王虎纸杂铺 诚意推介 由纸杂套装 夹纸杂PSP 纸杂红白机一部 不连手制不连叉杂 成为19.99 指责因为B 指责iPhone4 iPad Mac 和iPod 还有iBi 成为49.99 叉杂另计 成为59.99 送阴狮子一答 和黑仔驱邪灵符一张 送阴狮子一符 送阴狮子一符 正啊 总之我没得选 但现在 我想听Open Sky Radio 对不起 在这个顾拜的城市 你还是听一些 赌母出来的节目吧 诶 错了 你有得选 谁答爹 你不是是Open Sky Radio的高迪安 就让我高迪安告诉你吧 只要你想 www.openskyradio.com 就可以二细小时收听到 不同类型的线服 线服包的视线 原而灵异 生活 不同各种范围的节目 现在还支援了 Android Market 和Apple Store的App 你怎会没得选 我终于可以做着好人来听Open Sky Radio了 多谢你啊 高迪安 Open Sky Radio 越听越想听 有你支持 不用怕 你现在听的是 三藩市中文网上的电台 Open Sky Radio 因为估设计 好了 回到第三次迷禮的金山 實際我剛才說到哪裏我都不太記得了 剛才說到一群全球 全美國都很想去看這件事 是的 就在Martha城市出現了一些不可以解釋的燈光 在一個1957年的新聞報道 寫過這個地方 之後再吸引了很多人去嘗試看見到這些 但我想問問你 你對比起當時UFO Roswell 那件事 UFO那件事是何時的 UFO那個熱潮都是四五十年代開始 即是之後的了 即是可能一些人會培養了這個興趣 遇到一些不可思議的事 就想去研究究竟 看看能不能解釋 究竟會不會是有些更加 即是比起原來這個地球意外還有其他生物 生命 嗯 沒錯 其實當時已經有一個外星文明的 或者UFO的熱潮 是的 現在聽到原來本國有這麼有名的地方 趁美國政府圍著Martha城市之前 我們先去看看這些燈 自從1957年的文章出了之後 那些人目擊到這些光 都跟那個文章有點相似 那麼他們多數都是說 這些燈是在晚上出 而出現的地點在這裏就是一個大平原來的 就是離開Martha 5至15公里的 那麼這個位置就是一個大平原來的 嗯 嗯 那就是有沙漠 是的 私人掌 細胞猴仔 有些山區圍著 有些山圍著這個地方 那另外一邊呢 就其實是有兩條的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 這樣圍著這個沙漠 它圍著那個形狀是怎樣的呢 就是譬如好像你幻想說一個L字 嗯 嗯 那這個L字就剛剛那個90度角的內圍 嗯 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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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兩條高速公路是L字形的 他们两个90度国内的地区 就是他们看到这些灯光的地区 那些灯光的地区是没有东西的 没有城镇 不是有人在里面 是的 什么都没有 不是说什么都没有 就是空旷和很大 很宽大 还有他们说回 当他们一出现的时候 这些灯光一出现的时候 有时候是一两秒 但是有时候是去到 会成几个小时那么长 几个小时? 是的 光保持在那里 几个小时? 几个小时那么长 哇 这么厉害? 而且当一些人想去追这些灯光的时候 我知道了 他会退后 消失 是的 就是永远出现的距离 是离那些人是很远的 不是说你跑步去追到 就是好像可能成公里那么远的 你看到那些光 但是你又看不到那个发源地点是什么 是 当你想走过去的时候 可能走到过去中途 它已经消失了 是的 那也挺离奇的 又是这些神出鬼没灯 但是这里就有些出入了 早期的报道就说会在近距离见到 哦 但是近期的报道 目击个案 就说永远都会捉不到 捉不到这个光 始终报道一开始始终会出入的 嗯 因为不同人说的东西 有时候没有经过证实 嗯 他们就清了 这些光灯 他们就给了个名字 就叫做 Martha Lights 哦 不是Ghost Lights 之前是Ghost Road 现在就不是Ghost Lights 是的 那这个Martha Light 这个Martha市 就是这个镇 嗯 他们见到那么多人来去参观 他们这些光 嗯 竟然在一个高速公路旁边 嗯 就建设了一个观光点 哈哈 我初来我以为你会说休息室 一个observation spot 有休息室的 嗯 那就方便那些人 如果想看这些光 就去那里 拍的车 走上去 随时有望远景租给你 是 因为有很多人 曾经试过有发生意外 就是他们就这样停了一些路中间 哦 不是路中间 路旁边 路旁边 那你黑鬼妈妈的 另外有些车经过 那就撞过去 那就撞过去 嗯 那就发生过一些 这些意外 哦 这些当然是完全不为了 人身安全 完全不是为了 城市赚钱有关的 完全是为了安全的 那你就错了 那你就错了 原来 人知拖胜本 全都没有关系 那你就错了 大错特错了 原来在Mortha市 每一年 在九月 嗯 嗯 它就是一个叫做Mortha Light Festival 哈哈哈哈哈哈 一个叫做 灯光巡游展览 对啊 没错 对啊 对啊 邻近那些地方的人 都去那里 慶祝 放灯 慶祝 慶祝 大家慶祝 每人怎样很明明 灯有它升上天 或者可以用电筒照去照去吧 嗯 巡游 有些花车 有些灯 都挺特别 挺特别 已经变成一种文化 变成一种文化 变成一种娱乐 是啊 那因为这些灯光 好像之前那些 那么迷你 很难去解释到的 的现象出现 那当然 会有很多 stimulate 了很多 一些 imagination 就是一些 好想象力 解释 想象力 有很多人就说 这些就是UFO出现 嗯 有很多人就说 这些是 鬼灯 嗯 可能怕 之前提过 鬼火 有很多灵体 在这里 灵体反射框啊 是啊 所以有些 各有新的灵体 有些灵气 远距离 你眸都变成一层光 是啊 那你买不买这一套呢 就是 如果初步 那样 讲了出来 大家有追开迷离 金山都知道 我个人 就不是那么偏向 一开始就相信 我不否定有这些东西存在 因为很难证实 嗯 不过 没有其他情况 解释底下 就先相信 嗯 那事实上呢 有很多 UFO的爱好者 嗯 和一些 捉鬼的 一些灵探团 捉鬼那死女 灵探团 都去到呢 都是找不到一个结论 嗯 或者找不到足够的 证据 嗯 说这些是 的热社国 去支持他们 是支持他们 是UFO 或者是鬼 嗯 因为永远他们想追追 这个灵探团 嗯 追这个灵的来源 就追不到 嗯 而且他们出现的次数 呢 是不是说 是密到呢 是你总之想去看就看到 也都不是说 有心去避你啊 嗯 有心去 呃 不出现的 嗯 换句话说 当你去看到的时候 如果你不时 去重复 就是好像 住在Martha 就好像是看电影 是的 你每天都会上演 的 是的 你不时想看就看到的 是 就不会像一个很 神秘啊 就是你不需要 撞鬼啊 你不需要撞鬼 你不需要撞鬼 是 那究竟那个 小孩 小孩的灵体 没有我看不到 那不是的 我们现在去这里 是随时真的 很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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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说好像 有些超自然现象 或者 不觉得是 不会有人消失了 整个地霧 烧焦了 又或者有棵树 不见了 是的 那也挺友善 那真的挺无忍的 那当然 如果你是想 少了一个神秘 但是 但是 虽然说很容易 就 就 就见回 但是问题是 竟然这么容易 为什么 那些人 捕捉不到 那些来源 那 你现在一开始 很多时候 你找不到的来源 就是说 我见过一两次 或者十个人同时间 见到 但是只发生过一次 那你就不能再去 好像上一集 那样 我们说过 有些科学家去研究 就想再 再发生的时候 捕捉一下 那现在也是这样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 有法国 英国 日本 那些科学家 跑去 那这么大的 庞大的研究团 一定找到 什么 那找到 什么 你这个问题 就问得好 到了这个 2004年的时候 讀不太久 之前也有很多科学队去 去调查 但是他们就 找不到一个结论 合理的解释 那到了2004年 在这个德州大学 达利斯的德州大学 就有一班 讀physics的那些学生 物理学 那些学生 他们就用一个 态度就是去 去调查 到底这个source 就是这些灯的来源 是不是车头灯的反射 嗯 车头灯的反射 因为你说过 它是两条路 L字形 中间部分 90度角中间部分 那有可能 在路的一边 看过去 就看到另外一条 就是公路A 打斜望 就会看到公路B 嗯 都有可能的车头灯 但是你上一集 disprove了车头灯 我不说 但是他们的concept 就是这样 嗯 那他的研究 是很指定 就是某个地点 某个地点 嗯 某个目击地 嗯 因为如果你 specific 一个地方 就比较容易控制 没错 结论 那不会太多variables 不会太多不同的因素影响 结论 但是换句话说 因为他们的approach 是那么limited 那么狹窄 他们找到的结论 只可以是apply 在他们所 见到的部分 见到的部分 和出现的那些事 可能可以当是第一步 如果解释是有道理 然后将这个experience 再放在其他地方去 尝试repeat都可以 嗯 嗯 那他们就在这个 5月10日至5月14日 嗯 就在那裏 逗留了5月 嗯 他们的observation 地点在哪裏呢 就是morpher 起那个observation point 那个 撩望台 撩望台 在那裏逗留了5月 那真的 竟然被他们 见到光 见光 那你那个撩望台 起那个位置 就一定看到才起的 不然你起了 在那裏看不到 哪有人去呢 他们的实验是怎样做法呢 就是首先他们在那个 浪漏 在那个observation point 那裏呢 就设计了很多那些 equipment 很多那些机器 例如好像 望远镜啊 錄影啊 一些monitor的equipment 的仪器 的仪器 而且他们还有一部 叫做所谓的chase car 啊 专门用来追这些光的车 是一部 是一部追光的车 行动车 行动车 那当他们设计好的时候 他们就 向着另外那边的公路 就 望 那真的竟然被他们见到呢 我们先解释一下 因为这个 这个 这个 遥望台 是在 譬如 A和B公路 就在公路A那边了 是的 所以如果 你在这一边 你会靠近公路A 嗯 然后如果 所以你要望 就只能看 对面就看公路B了 没错 就是那个遥望塔 在公路A 那你望去那个平原 有部分的 就望过了平原 平原对面 就是公路B了 是的 未必是 你望着那条公路 是打横地在你面前 就不是这样的角度 嗯 那他们就 看到了 真的有一些光 是 直线地出现 飘光 就是 打横地出现 嗯 然后就分开 分开 一个变两个 嗯 两个变四个 两个变四个 之后又 结合在一起 哦 然后又再分开 嗯 目击到很多次 嗯 那五晚里面 但你现在在说的 不是说我看过去对面街那么近 你现在在说的是我看 都挺远的 几个米的 是的 离很远的 是离很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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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他们在说的距离 至少有五公里那么远的 五公里那么远的 五公里很远的 是的 也很远的 是 是 就是有那么远的 能量 还可以看到那么大 火光 灯光 是的 他们经过这些 实验 就是找部车去追 追 又或者 找部车去开那些公路 然后 看看看到有什么现象出现 嗯 他们呢 竟然可以 重复到 嗯 就叫他着着眼灯 是的 就开 嗯 那竟然给他们呢 因为那四周都是黑妈妈 有没有路灯 有没有什么 那竟然被他们录到 是有个光球出现 啊 那当他们 当这部车是追到 另外一部车的时候 嗯 很明显是有两个光球又出现了 嗯 那当这部车 就是追到另外一部车的平排的时候 那两个光球变成了一架 嗯 因为两个 对 大家两个同样的位置 站在一起 当 其中一部车是开快了的时候 就是超过了另外一部车的时候 那又有 一个光球变成了两个光球 又分散了 又分散 那它是给他们可以 就是 重复到这个实验 重复到这个实验 嗯 那经过他们 就是重复又重复的实验 那他们就结论就是说 这些所目击到的这些光球呢 嗯 就是一些车的 车头灯 车头灯的反射 他们说是反射 那怎么反射呢 就是说 原来在这个沙漠呢 你刚刚都有提及过 因为干燥 嗯 空气有很多沙 那如果这些灯光照着那些位置呢 是 那个光呢 就会扩大 哦 就是会好像有些 有个filter在前面 是 因为热力的关系影响 是会影响光线的折射的 没错 所以就会令到他们看到一些车头灯 嗯 就不像车头灯 但是就变成一团光 嗯 而且会变大 嗯 就是这个意思 没错 哦 那他们的结论就是说 这些就是一个车头灯的反射 就是这些光纠 嗯 那你觉得 我觉得这个城市在那里找人品 其实他们都知道是车头灯的了 就起了一个 瞭望台在那里 等你们说 哇 鬼火啊 鬼火啊 我会同意是车头灯 因为我觉得 如果有那么多鬼火呢 可以不断发生 对不对 而且是说不会移动的 不会移动到那么 怎么说呢 那么有线条地去移动 因为他们移动的方向 是好像有个特定的指引的方向 嗯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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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突然向天上飞 是 又不会突然转过山伯路 是 又不会突然转过山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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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消失了 没错 是一个很慢的水流流流向一个方向 但是加上灯 那你会看到一盏灯 慢慢慢慢流向一个方向 那 幻想到的就像是在路上 嗯 这个解释挺合理 那我又问回你 刚刚我们节目未开始之前 我有给过一个documentary 你看过的 是有个video 有个纪录片 关于这个Mufferlight 嗯 那你看过 即他录下的光 那你觉得那些是否 那些是否 那些是否headlights 录下的时候 有几个位置看上去 是好像车头灯 是 那有些分开位置 又看上去怪怪的 是 但是 我暂时来说 我听到那么多解释 那车头灯始终是最好的解释 当然这个是最合理的 嗯 就是如果你要找理由的话 嗯 是不是 就是你如果是排除一些 任何超自然的解释 车头灯是最合理的事实上 嗯 但是我又想提出一点就是 这些光出现呢 嗯 是在一百多年的时候已经有了 嗯 当时还未有一些车 嗯 嗯 而且那条大公路呢 嗯 也都还未在那里起了 但是那时已经有人见到 那时已经有人见到 哦 那我知道 嗯 之前那个小孩走了 在这个城市里住 嗯 拿着一弹油灯 其实都是同一样 和德州小孩在那里搞鬼 是啊 那这个更是另一样 嗯 不过 是啊 对啊 那时候又说得好 那时候没有车 那时候没有车 火车也未起了 嗯 那为什么会有一些灯 那流流呢 但是未必 未必 未必有冲突的就是 嗯 灯光吗 那时候就有了 嗯 那不一定是车头灯 那真的可能是有些人走过 有些灯 或者有些马车 都不一定 马车没有灯的 是吧 车厢里面有 车厢里面有 还有你以前或100年前的人所看到的东西 会不会有些优秀 就是有些迷信 去解释呢 或者才演绎出来呢 可能 一两次的现象说到很夸张呢 很夸张 我会选择故事的故事 但是 又问得好 为什么一百年前已经有了呢 是啊 还有我之前提到过 就是说这个科学研究 他们那个 研究的角度 嗯 是很 很窄的 嗯 就是在这个位置 嗯 这个角度 嗯 这个目击地方 是 但是你之前 但是你所有其他人去过的时候呢 去目击过这些光的时候呢 不光是在那个炎黄塔里才能看到的 嗯 在不同位置 不同地方都能看到 嗯 也都出现那个 角度 也都是不同的 嗯 嗯 OK 我 我接受这个科学研究 是证实到一些 车头灯的反射 的解释 的形成 嗯 但是有很多不同目击的地方 不同目击的过案 是不同的角度去看的 嗯 都出现过 嗯 就 我觉得就不会只是车头灯那么简单 嗯 有部分可能是车头灯造出来的 形成的 反射 嗯 那你也有说过 可能是因为那时候特定的天气 嗯 比较炎异的天气 是 导致这些光的折射呢 令到 你不同的角度看上去都变得有少少不同 嗯 但是那你始终 光的有个源头 嗯 嗯 那 無端端不会有光的 嗯 那排除了超自然现象之外 所以我才觉得车头灯是个解释 是 但是 为什么这么多人去 都没有人说 譬如 啊 好了 我看到那里有光 嗯 有没有人知过 捕捉到 即是走进去的光近身 看到是什么 没有 从来都没有 最简单的方法永远都是你 不可以说是最简单 很难做到的 嗯 但是最直接的方法都不来乎 自然发生了这些光 嗯 那你就走进去 接近这些光 嗯 然后 揭开它真面目 究竟它是一辆电单车 还是小女孩踩单车 是 那究竟那些光线在哪里 远头是什么 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合理的 最终的解释 是 那一天做不到 什么原因都好 究竟是你走进去已经消失了 还是 究竟你根本是不能接近这些光 是 所以你永远捕捉不到它 是 还是他们捉错用神 根本是走进去 完全不是那些光 完全不是车路灯开 是这些折射来的 是 你说到这里我觉得 是非常同意的 就是 到底这些 首先在这里说一下 就是不仅是德州 才有这些神秘光体出现 其实美国有成二十多三十个地方 都有人说过 有这些特殊的光体出现过 而且你有心去目击 你都会有机会看到的 嗯 那到底 如果是有这么多地方 都有这些光体出现 那其实这个是不是一个 自然的现象 在美国 或者 是的 在美国 发生的 会不会和地球的位置 嗯 对比其他星球的位置 这样去形成 或者一些自然的现象 我们未有解释 未熟悉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嗯 所以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 海市神流 嗯 那当时一些人未知道 海市神流是怎么形成的时候 就会觉得 哇 为什么会有这种 这种超前现象 是的 在无端端的沙滩 我看到有 有一个豪宅 是的 哈哈哈 那到了有 好像我记得是一个意大利人 这样没有去发现到 接着又解释到 海市神流是怎么形成的 是的 原因 那这些光球现象 或者光体出现的现象 会不会又好像海市神流那样 我们是一个自然的解释 自然的现象 但我们还未懂得怎么解释呢 就像你说 是一些空气物质形成的光线 你明白 是一些空气的折射 又或者可能是 会不会是有些生物在那里呢 又或者会不会是一个 磁场的关系影响 令到有些原本 不会在那里出现的光线出现了 是的 那这些绝对是一个可能 是的 也未找到这个解释 所以我同意你的说法 是的 而且最特别就是 他们出现的情况 就不是特意捞你 不是想襲击你 总而言之他们 到时到后 就会有这些光体出现 嗯 那我觉得会不会是 因为跟地球的位置 即是美国的位置 有直接的关系 这样形成 嗯 我觉得你这个结论不错 嗯 但我觉得有一个更好的实验 他们应该去做 怎样呢 就是要是 叫那些车都关掉 车头灯走火 一个星期 看你还能不能看到那些光 哦 你还能看到那些光 哦 如果不是 就很有可能 不是车头灯 那就要向一些更加 我们未接触过的原因去解释 是的 你说得对 很多时候 很多东西我们找到一个解释 我们就没有深入追究 嗯 但是其实有些事情 会不会就是表面这么简单 嗯 有很多很多 这个很明显 就不是 不是这么表面 表面很简单 因为世界上很多东西 就是有一个表面的答案 但是接着 原来有一个真正的理论是事实 不是 是真的做背后的事实 我始终都是觉得 有些外星人在玩地球 嗯 射一些光下来 让你看看 嗯 嗯 都玩 玩了我们很久 玩了很久 玩了百多年 玩到不行了 他们有internet 太阳了 我们不可以再玩 那就没有了 是 不过这些现象 的确实是很特别 我也想去感受 嗯 所以你会去 所以我看看今年我会去 德沙斯州 还有我们大家听完这集 不是李光生 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说 在德州最盛行的 不是甜柑 是 不是西富豪仔 是怪光 怪光 没错 是不可以解释怪光 是的 大家多了一个景点去看 是的 那今次在节目完之前 就想 大家收听了这么久了 觉得 你们有什么解释到的原因 嗯 我们都很想知道 因为我们始终都是我们两个的见解 就好像刚才麦迪说 可能狹窄了些 嗯 如果你们有想到其他解释 欢迎在Facebook留言 跟我们说 或者你们亲身有经历过就更好 是的 因为有些有亲身经历过 可能你会感受到场面环境 或者有其他解释 是的 或者你看到的都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我们也很想知道 是的 真的有没有见过光球 有没有见过光球 我知道有听众是住在德州的 嗯 最好你 是的 如果你见过的话 在我们Facebook Open Sky Radio的Facebook那里 或者你可以直接找Mike Lee 他的Facebook也是叫Mike Lee 是的 嗯 如果大家想 听完这个节目 想联络我们 又或者想发表意见 那有不同 有几个途径呢 其实呢 如果你自己是有Facebook的话 你可以在Facebook那里 search 迷你狹窄 你就会找到两种东西 一个就是我们那个 讨论会 讨论组 嗯 另一个就是一个 page 嗯 一个 就是给你like的page 嗯 fan page 那你可以加入我们的组 可以 like page 或者是但做一样也可以 嗯 如果你想在我们网站留言呢 嗯 其实我们每一个show之后 做完之后呢 都有一个comment的版 是 你可以写什么都可以 还有你们也可以上去看看 其他人听完这个节目之后呢 对于他们有什么见解 是的 那你上去呢 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看法 那 节目完之前 我想问一下你 我们讲了这么多不可思议 这么不可以解释不到的东西 嗯 那么难触摸的东西 嗯 也都说到每样东西背后 总有个原因 或者事实后面总有个解释 但是 那你下一集 会不会讲一些 真的可以解释到的东西呢 嗯 因为最近很多听众都最想听一些 恐怖一点的东西 恐怖一点 不是鬼谷 好像一些 一些 连环殺手 一些谋杀案 一些谋杀案 好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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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想着下一集 就会讲一宗命案 嗯 一宗命案 到其实 现在还没有破到的 嗯 嗯 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但是相信我和你加上所有聽眾的偵探頭路 絕對是有機會可以找到一些 殘忍遠都沒有想過的角度去想這件事 可以的 尤其是UFO 是的 沒錯 尤其是UFO 沒錯 好啦 節目來到這裏 差不多了 今集其實我都沒有計劃到 講那麼久 不過但是因為 好像這些事件有很多討論的 價值在這裏 所以就交到這麼長 而且沒有一個特定的答案 那我們下一集見好不好 好 下一集見 拜拜